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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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中原大學的吳雨昕 那我很榮幸其實在今年的八月 可以到不老不歇那邊去參加設計工作坊 也是跟建築相關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的主題是 Micronatural Architecture 所以我們那時候剛開始呢 其實我們就在想說 在自然的環境中 這個地方不是本來就很自然啊 那它到底需要我們在裡面蓋什麼 因為其實剛剛有一位先說過 就是他們那個工作坊應該是在六月 也就是在我們的兩個月前 那我們也看過他們的東西 也聽過就是裡面的staff跟我們介紹 在裡面的那個那些微建築的一些意涵 還有他們想要訴求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會想說 這個地方到底還缺什麼 因為我們去蓋的一個東西 必須是這個地方真的需要的 如果是多餘的 或者是它會阻撓這個地方的一些視線 或者是氛圍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對於這個莊園而言 是不該存在的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到底應該要在哪裡蓋 好 那這是我個人出去的一個動機 我現在大四 然後我也不是讀建築的 可是其實我從小就對建築很有興趣 但它可能會是一個調養的層面 而不是它不是我的專業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工作坊 還有去法國這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台灣人現在就是 大部分學生的思維力都是一條線 在一個方向 要他們轉他們會比較不敢 然後可是在跟外國人 就是在我去之前我想說 那這個現象會不會在外國人也發生 還是說他們是多個方向的 雖然台灣人一條很專精 可是他們是不是一個圓散發出去的 一個發散性的 那我不知道所以我想出去看 然後我覺得這個動機 其實給我的啟發比較像是 我想要在我去之前和我回來之前 做一個自己的比較 就是我在去之後 我到底成長了多少 然後這個在後面會再跟大家說 那就像剛剛大家講的 這個地方其實就真的跟有魔法一樣 我後來去想為什麼它會有這股魔力 讓你會想得更多 或者是你會想到一些你在台灣 或許是在其他地方不會想到的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這跟莊園的主人 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就是它其實沒有給大家太硬性的限制說 你要在這個地方一定要做出什麼東西 它只是給你一個方向 然後你要蓋在哪裡 你需要什麼材質 然後要怎麼蓋 都沒有任何的限制 甚至是你在找我要蓋在哪裡的時候 你就會想很久 到底要蓋在哪裡 因為這個莊園 留下了很多前人的作品 你會想說 那我到底該做什麼 所以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就分成很多小型的team 之後到處去看說 以這個視野角度來說 應該放哪裡 然後我們其實到最後 我們因為剛開始時間比較緊 因為時間其實不多 然後我們在前三天 都還在想說我們到底要蓋什麼 所以老師在第一天的情況下說 不行你們應該要快點有一個結果出來 才能開始動手做 要不然就只是空談 所以我們在每天的中午吃飯完過後 還有晚上吃飯完的時候 都會在餐桌那邊做一個小組的presentation 之後我們在那邊會討論說 今天各組的進度或者是想法到哪裡 那是有什麼點是可以提供給 我們現在就是以那個我們要建造的核心價值 可以放進來的一些元素 然後老師其實就每次在討論的時候 都丟出給我們三個問題 就是你要做什麼 你要怎麼做 還有你要如何做 每一次的討論 每一次的報告 都是以這三個問題為核心 因為只有這樣做 才不會把大家的 大家所想的方向一直分散出去 而聊一些 而報告一些 或者是提出一些 對於我們現在這個工作坊 比較沒有幫助的一些議題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這次的建築老師 Gohasegawa給我的一個很大的啟示 就是 因為現在我們所接受的資訊真的太多了 有時候你會不知道 你找資訊的時候 或者是你想想法的時候 會比較沒有方向 或者是失真了 失焦了之類的 那其實你每一次在你做決定 或者是你整理東西 或整理資料的時候 或者是提出一個設計案例的時候 如果可以問自己這三個問題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 你的報告 你的作品 會比較有一個核心的價值在 那底下呢 我要來先講說 我當時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是一個習慣 把自己想的東西畫下來的人 所以呢 我在我的書本上面畫了四樣東西 第一項東西就是圓形 第二項東西是太極 第三項東西是鳥巢 第四項東西呢 就是細胞 我在想 我們是一個自然設計的工作坊 那我們是要取材自然 還是說我們的意象是要自然的 那我們剛開始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去定義這些 可是定義它永遠是沒有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絕對的 可是你把它擴散出去 它會有很多的東西 那從這麼多東西 我們該怎麼選擇呢 或許是每個取一點 或許是以一個為中心 那我們那時候在討論的時候 就是大家其實也有提出很多的 一些實體的或虛體的一些意象 然後我們在很多次的討論之後 我們在想說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一個bench 我們要做一個椅子 那這個椅子呢 它 要存在一個 有屋頂還是沒有屋頂的空間 有窗戶還是沒有窗戶的空間 有牆壁還是沒有牆壁的空間 甚至它需要有柱子嗎 那我們就在想說 嗯 那我們的設計的東西 是要存在森林旁邊 還是要存在草原旁邊呢 那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視角的角度上 它會存在一個草皮上面 會是比較適當的 因為如果要蓋在森林裡面 它必須很高 才有辦法有那樣的視野 所以我們最後是決定在草皮上面蓋 這是一個我們選擇基地的選擇方式 再來就是它的形象要是什麼呢 是要圓形還是方形 在我們第一天參觀過完 不把不屑的那些 曾經被設計過的設計案例 還有留下來的作品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在那邊的作品 基本上都是以方形為主 那第一個出現的圓形呢 嗯 裡面至少也 就是最多也只有兩到三個 是以圓形為核心概念去設計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那應該要圓形 那圓形你要說服所有在場 在工作坊裡面的人 那你要怎麼說 圓形是一個在集合裡面 相對融洽的一個形狀 因為它沒有腳 它跟橢圓一樣沒有腳 所以它看起來會比較 沒有任用給人家有 一定要往哪個方向看的感覺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座椅 是一個平台 是一個給人家觀看視角視野的地方 所以我們以圓形設計 然後圓形完了然後你要知道說 那要什麼形狀呢 我們除了用圓形 那它是什麼形狀呢 那這個就是從我所說的太極出發 太極是一種平衡的概念 然後大家可以看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最後設計完的樣子 那其實呢 比較淺的地方 我們是用沙子去鋪的 之後我們想要呈現的一個就是 沙子的部分它就像象徵於 在地球上任何的生物 所有生物都是以這兩塊來象徵的 而中間凸起來的木塊呢 它就像象徵的大地 於是我們想 我們就是讓生物和大地融合在一起 而且是呈現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對質和平衡 然後我們到最後呢 再想材質 那形狀決定了要用什麼材質呢 自然取材 要用竹子還是木頭還是什麼 磚塊嗎 它是人造的 所以我們就到附近的森林去取材 我們取了有些樹的樹枝 或者是甚至是把一些地上 還沒有完全腐爛的樹枝拿回來 拿到工廠去施作 然後把它鋸成大概50公分到100公分不等的樁 然後打進去 先外面打成一圈 然後再往內 先把自己要的形狀打出來之後 再把它密合 那這是我們在設計的時候製作的方法 那最後作品就這樣完成了 然後我覺得其實在這個設計工作坊裡面 他們的每一天的晚上吃完飯 除了小組的報告以外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的是 你在裡面和在當時那個環境之中 和在那個地方的人所講的話 所聊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這個工作坊雖然有一些台灣人 可是其實 而且很奇怪的是 我們這個工作坊裡面的人 就是他們的年齡層其實很接近 那在業界的人反而比較少 可是我那時候就想說 哇 這個是世界各地來的人 然後我以為遇到的 會是很多很多業界的人 可是為什麼來的時候遇到的 好像是學生居多 那我就在想說這樣子的話 好嗎 或者是這樣子的話我能學到東西嗎 可是在參加完七天之後 我覺得我多慮了 因為每個年齡層的人 經過一個階段的教育 或者是他們自己去自發性的學習 他們都會有一定的理念 或者他有一定的想法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可貴的地方是 莊園它是一個融合個 從世界各地來的人的一個環境 所以你在裡面 所接觸到的 所講的 所想的 可能會跟你在台灣的時候 是不一樣的 所以對你來說 你接觸的對象 就算不是業界 就算沒有很多經驗 他們也是把他們 這二十年來的想法跟你說 所以其實 這是一個很可貴的 一個很可貴的經驗 因為外國的人 他們其實在從小的教育裡面 是以哲學為出發點的 所以他們在想事情的時候 會從前因後果 之後去鋪陳 之後講出自己 能夠說服自己 和說服別人的 一個 不管是你在做 設計案例 還是你在陳述一件事實 他們的方法和台灣人 是相當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自己最大的收穫 然後 在工作坊的時候 有些人問我說 你只去吃一天 你學得到什麼 可是我告訴他們 這七天 我不是要有一個完整的作品 我是要我學會 怎麼去創造一個東西 然後我把這個方法 把這個想法 用到以後該用的地方 這個對我們來說 雖然不是實質的收穫 可是在思想上 和心靈成長 和經驗上面 一個很大的收穫 謝謝你們 多謝 多謝 我們 smok